本节教育就没有人 大家下午好 我们欢迎大家回到改革中培训班 去年我们谈到了基督教改革信仰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身份不但是新教徒,乃是改革宗的信徒。 改革宗信徒的突出之处,不但在于能够了解改革运动还有其中的历史。 而且还在于了解什么是改革宗神学,以及它与当今大多数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细微差别。 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其中一个关键的重点就在于我们对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明白。 当然,改革宗教导是超过这个加尔文主义五个要点。 但是这个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是我们在神学方向的一个十字路口,它会影响我们对我们信仰的理解。 所以我们不是通过那主要持守阿米念主义的福音派神学来建立我们对基督信仰的理解。 就是通过我们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神学来建立我们对信仰的理解。 所以我们把这个郁金香的缩写称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并不是我们要高举加尔文,但是我们要用它来分别我们很严谨视为的改革宗教导。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改革宗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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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或是只有迷恋改革,否则我们就失去意义了。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信徒带回到对改革中信仰的理解还有精神,以致我们能够竭力活出改革的信仰。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然后这次的主题就是改革或是归正,所以改革跟归正是通用的教会的必要性。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系列的总主题。 所以我现在在此要声明我所要分享的很多部分是取自于约翰·加尔文, 还有在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第三任神学院长哥弗雷,他在一个教学系列所总结的。 所以请为我们祷告,这个翻译也不容易。 也请大家谅解,我要在很短的时间来分享,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们超过半数的人也投票认为我们一堂就够了,不需要两堂,所以我的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除非我要谈的内容很多,我会分成两堂,要不然我会分享一堂比较长的信息。 所以请大家专心。 所以我这次要特别谈到这个归正教会的必要性,特别是在改革时期的那个时段。 因为在当时改革家非常严重地挑战罗马天主教的信念还有习俗。 所以我们会谈到加尔文他所提到教会主要需要改革的地方。 所以从此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个必要性来归正教会。 所以这个系列的整个背景是源自于。 所以这个背景就是在1544年加尔文他写了一篇论文,大约是120页的论文。 他的主题就是改革教会的必要性。 我们会提到为什么加尔文要这么写,然后他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写。 所以加尔文的这篇论文是非常有益于让我们想到教会的重要性和中心性。 如果我们抛开其他的不谈,我们要思想真正使教会成为教会的是什么呢? 我们记得基督曾经说过,我会建造我的教会,因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所以教会不是人造的。 所以教会是应该由基督建造,而不是由文化或是任何风格所建造。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事情能够胜过基督所建造的教会。 所以我们的主已经把教会定为基督救赎工作的中心。 所以主耶稣在召集一群人。 基督正在创造一群新的人类,也就是他所建造的这个教会。 如果你看教会历史,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教会需要被归正。 所以正如哥弗雷说的,教会需要重整,重新,重新,重组,重塑。 所以很多的重。 这个重是来自拉丁文。 所以一次又一次我们必须重做重建。 我们必须使它重新焕然一新。 所以它是这样的被毁坏,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地复兴它。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需要,并不是因为基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或是不完美。 也不是因为神的话没有清楚地引导教会。 但是事实是,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 所以罪人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妨碍了教会的建立。 所以罪人可以使教会在外观非常的漂亮,但是教会里面是那么的缺乏,那么的不洁净,那么的盲目。 所以这个一直都是真实的。 教会是充满罪人的。 然后罪人不但是道德方面犯错, 但是罪人也是在理性、神学、礼仪、教会的事上都犯错了。 所以教会一直都在走偏。 我们在旧约看到这个。 所以在诗篇八十篇,诗人这么说。 他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得就耶和华万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 所以在旧约的信徒,他们都常常经历了与神分隔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们要祷告,叫神回转他们。 所以神的子民常常拜偶像,还有与外邦人结婚。 所以当一个敬畏神的君王离世了,一个不敬前的神就统治以色列,然后叫以色列进入各样的不敬前当中。 我们在旧约反复地看到这样的情景。 但是我们来到新约,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景。 我们看到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也是为了改革他们,归正他们。 不管是分裂还是纷争, 或是教会有人公然地犯罪,但是教会没有好好处理。 或是有人滥用恩赐,看小肢体。 或是有人质疑保罗的权威。 这个在教会我们都看得到。 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一个使徒所建立的教会, 这个使徒也花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教会当中, 但是这个教会很迅速地就可以走偏。 同样的,我们看到加拉太教会,他们起初领受福音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 但是保罗一离开不久,他们就掉入另外一个福音里面。 这个就是新约我们看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我们如果像使徒这样的教导, 或是我们教导改革中的教导,就教会不会有问题。 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 罪人会怀疑。 罪人会批评。 并不是因为他们认识真理,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对真理是盲目的。 尤其罪人对自己的罪是盲目的。 他们比较看到别人的罪,但是看不见自己的罪。 他们看到别人犯错来合理化自己的错误。 所以他们一旦在恩赐或是知识方面比别人优越时,他们就看不起那些不如他们的。 所以罪是以各样的形态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为什么教会是不断地需要被归正。 所以我们更是要学习加尔文在16世纪谈到这个教会改革的事。 我们要为着我们今天来学习。 我不想制造任何假象,因为今天教会还是一样的不完美。 但是我们今天谈回到这个加尔文的论文的时候,我们要恢复教会的重要性和改革,以让教会能够更靠近神理想中的教会。 所以加尔文他是讲到归正教会的必要性。 那个主要字眼是必要性。 。 所以加尔文要带出的是,有时候在教会历史,教会的残缺和问题是严重到我们不能再拖延改革。 我们必须即刻改革。 我们必须即刻改革。 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 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现在信服,现在教会确实有这个必要来归正吗? 我们现在需要归正吗? 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所要做的是,尽量了解加尔文在他当时看到教会需要归正的必要性,然后从中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 但是有一样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加尔文他活在一个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时代。 他的世界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他的社会跟我们今日的不同。 所以有时候我们非常难理解,非常难进到他的世界来了解他当时为什么在他的世界做出那样的辩证。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论文,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的论文,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眼光。 所以某方面他的论文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自己。 因为首先,我们并没有卷入那个时代的激烈冲突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加尔文的论文。 所以就好像我们有机会在另外一个文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来看到那个情景。 然后我们很客观地可以看当时所发生的。 然后当你在学习他所写的时候,你可能会意识到, 哦,我没有发现在我自己的基督信仰生活也有这样的缺陷。 或者是你会发现,我来教会很久了,但是原来我一直都错过了教会的重要中心。 所以当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等一下在小组当中,你也可以帮助其他人看得更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习改革中的其中一个好处。 所以虽然我在本地还有宣教施工非常忙碌,但是我看到这样一个学习的益处。 因为我们大多数是比较关注当下。 我们很关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家庭,我们很关注当下。 所以我们要反思佳尔文在他的论文所写的。 以致那更能够让我们明白当今教会的状态,以致我们更愿意来恢复教会的归正。 这也是我们教会有意向要做的。 所以当我们更深入地进入改革中培训,我们要将我们本地与宣教施工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我们活在的时代并不缺少教会,但是我们所缺少的是那些看到要改革的教会,并且知道要改革什么,要怎样归正的教会。 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看这个家庭文的论文,它的背景。 所以这个论文是在1544年写的,就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年。 但是我要先分享在这个1544年之前之后,在欧洲所发生的事。 所以当时,家庭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差不多是35岁。 所以他已经是日内瓦的一个牧师,但是他因为一些的纷争就被派到这个斯特拉斯堡这个地方。 然后1541年,他又回到日内瓦。 所以他起初当牧师的时候,他并没有很辉煌的一个成功。 但是他已经稳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神学家, 也是我们称为第二代改革家中最杰出的人之一,仅次于马丁路德。 所以在新教神学家当中,他可说是一位后起之秀。 所以当时马丁路德还活着。 但是路德在1546年的2月份就离世了。 所以在1544年的时候,路德他几乎到了人生还有他的事业的尾端。 但是他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然后当时欧洲的情况额外的复杂还有艰难,尤其是在政治方面。 所以如果你看历史,你就会知道在1544年欧洲两大政权彼此争战。 所以当时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跟法兰西的这个军王就是弗朗索瓦一世,他们之间有争战。 所以他们在位的时候常常与彼此争战。 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问题。 因为Charles乾燥当当当当当当当奥朝国河cap Aww , 他拥ca是非此为止以ему或万家的军王杰克, 而致下国河 unfinished 华里, 而alen在南它尸加多了想去把常严老 Gesellschaft的太阳, 中国和南它非常重要的, 和日本的大际亥宝. 所以这个事情很复杂,是因为查理他身为一个神圣罗马皇帝,他当时不但统治我们所认为的罗马帝国,他也统治了包括德国,奥地利,还有那个地区,包括荷兰北部,还有西班牙南部,还有意大利的一大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古时的欧洲,所以我们大概会了解当时的地理位置。 所以这里是德国,所以这里是德国,然后有德国,澳大利亚,然后澳大利亚,然后这里有西班牙,然后这里有意大利亚,还有意大利亚,还有东西, 所以当我们讲到当时的时候,查理武士他统治的地区就是这几个国家, 所以法国就在这个中间。 所以法国必然是感到非常被包围,还有受到威胁。 所以因为法国正处在罗马帝国的一个势力范围的中间。 但是法国有一个单一集中的国家的优势。 但是法国有一个单一集中的国家的优势。 而且这一切不同的国家,他们都有各自的传统政治,生活处事方式,还有语言。 所以他们都希望查理皇帝跟他们一起住。 他们要这个皇帝靠近他们。 所以当他在西班牙的时候,荷兰人就不高兴。 当他在荷兰时,西班牙人就不高兴。 当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满意。 所以他有一个巨大的治理的问题。 所以查理还有法国的国王,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纷争。 所以在1542年的时候,一个新的意大利战争爆发,而且持续了很多年。 所以当时法国感到非常无助。 所以他就与土耳其的苏丹苏莱曼一世,有一个军事的联盟。 所以土耳其就在那个附近。 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局势。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一个基督教的君王居然和一个回教的君王结盟。 所以这个苏莱曼是一个非常有威胁性的一个君王。 因为他已经占领了匈牙利,还有非常靠近奥地利的维也纳。 所以欧洲其实受到非常严重的威胁。 但是这个法国君王,他就跟这个人做了这个结盟。 所以论到那个战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然后在查理这方面,他也面对这个路德宗在他的帝国兴起的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德国。 我们不难猜到为什么路德宗源自德国,因为马丁路德是德国人。 所以因为路德的影响,所以在那个地方有很多路德宗的领土。 所以这个皇帝非常地不开心。 这个皇帝他根本就不支持新教。 因为查理他是一个天诚的天主教徒,他深信罗马教会才是唯一真实的教会。 所以他也认为自己身为神圣罗马皇帝,他有责任阻止他国土里面的异端。 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有很多的势力限制查理,使他不能专心地对付新教徒。 他虽然是因为新教的势力的成长非常地困扰。 但是他也挣扎地要守住他的帝国,不要被法国和土耳其增强的势力所打倒。 然后因为某种原因在意大利的教皇也不支持查理。 所以这一切的动态限制了他。 所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查理就时常回到他德国的领土,然后就召开这个会议。 所以当时这个会议就等于我们今天的国会。 所以在这样的国会,各领地各城邦的王公贵族和首领都会齐聚一堂。 所以在这个会议当中就开始有新教徒的存在。 所以当中有那些有钱有势的路德中信徒。 所以在这个战争当中的查理必须召开这样的会议。 因为在这样的国会,他们可以批准这个税收还有征兵。 因为如果你在一个战争当中,你需要钱,你也需要军队。 这些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在16世纪,政府需要用现款来支付这个战争的开销。 因为那时候没有纸币,他们不能印钞票。 然后他们能够贷款的也有限。 所以你只有有钱,你才能够开战。 所以你需要让国会批准征收税务。 如果你钱不够了,你就要停止那个战争。 所以那个就是当时的问题。 所以当时这个皇帝他面对来自东方的仇敌就是这个回教的君王,也面对来自南方的仇敌就是法国。 所以他非常着急要钱还有军队。 所以这些路德中的王子也就是新教徒,他们知道皇帝他有急需,所以他们有了优势。 所以在这个国会他们不但要谈到税务的问题,也要谈到宗教的课题。 所以有好几个的会议是在西拜尔这个地方所召开的,这个地方靠近沃穆斯。 所以你如果好奇这个新教这个名字眼从哪里开始。 这个是源自在1529年在斯拜尔所召开的会议。 所以当时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当时那些贵族抗议执行沃穆斯法令,因为这个法令使路德中的拥护者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了。 如果你还记得去年我谈到沃穆斯的会议在1521年举行。 所以当时那个罗马皇帝禁止了路德的著作,并宣布路德为一个异教徒。 所以在1529年在斯拜尔会议,许多人抗议这个沃穆斯法令。 所以他们要求宽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不是异端。 所以你们不能没收我们的产业。 所以那个时候皇帝就把他们称为抗议者,因为他们一直在抗议。 所以这个抗议,华文后来变成新教。 所以那个就是改革运动的开始,对改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但是上帝却带动情况来帮助改革家。 因为如果我们问,为什么皇帝没有强硬地对待这些新教徒呢? 所以很简单地说是因为当时的征战还有各样政治紧张的局势。 所以过后在1540多年的时候,在这样的会议,他们所玩的把戏就是这样。 这个皇帝会跟这些新教徒说,你们都是异端。 新教徒就说,谁说的? 然后这个皇帝就说,这个教皇说的。 然后新教徒就会说,这样一个宗教主张需要在会议进行讨论。 我们会把我们的案子提交给议会,然后看议会委员怎么说。 所以这样的议会是一种正式的会议。 罗马天主教会在这样的会议中回应新教徒在教义上的挑战。 所以新教徒就说,我们会把我们的案子提交给这样一个会议。 所以这个皇帝就说,如果你批准让我得到金钱还有军队,我就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延后到这样的会议来讨论。 所以这样的把戏一直重复地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到1544年在斯拜尔的会议。 所以我刚才所分享的是在1544年之前所发生的背景。 因为加尔文所写的这个论文改革教会的必要性是在1544年在斯拜尔会议上呈现的。 所以这个整个背景是什么? 所以同样的在这样一个会议,国会当中,这个新教徒他们寻求宽容。 所以皇帝不想宽容他们,但是他想拖延他对他们的敌意,因为他要先得到钱。 但是在这个斯拜尔会议,在1544年的这个国会当中,必须要有一些文件被呈现。 所以为了筹备这个会议,有一个知名的改革家就是希特拉斯堡一个改革家,他叫马丁布瑟。 然后他说,我们需要一份书面文件来在会议上辩护我们的立场。 然后每个人就开始问,谁能够为我们写出这个辩护的论文。 然后布瑟就提议,我们让加尔文来写。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选择,因为路德还有加尔文的跟随者,他们的关系一向不是非常好。 我想我去年已经分享过,在路德中与加尔文跟随者之间,他们有一些轻微的教义性的差异。 但是还是有差异。 然后当时加尔文因为他还不太出名,所以对路德中信徒来说,加尔文不太有争议性。 当时没有人想到加尔文最后会成为改革宗神学之父。 所以当时布瑟就叫加尔文来写这个论文。 所以当时布瑟就叫加尔文来写这个论文。 然后过后,加尔文的继任者,也就是伯萨,他称加尔文的继任者,也就是伯萨, 这个论文改革教会的必要性为他那个时代最有利的著作。 所以在1544年这个论文就在斯拜尔会议提交给这个皇帝。 所以在1544年的会议之前,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要思想整个的背景,还有神在当中做什么。 但是这个背景很重要,因为这个背景影响了加尔文如何写他的论文。 那如果你聪明,然后你被邀请来写一篇的文章, 你一定会问我是为谁写的,这是针对谁的。 谁会读这篇论文,我希望从中得到怎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知道,当加尔文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他并不是被邀请来对整个宗教改革所有的内容做出评论。 他并没有说他要详细地以神学的论点来告诉人什么是改革中神学的整个背景。 所以他主要是写给普通人,一般的人。 他是要写给一些王子贵族,而不是写给神学家,牧师,神父,还是主教。 他并没有被要求要提供一个非常有道理的圣经解释或神学论证。 他只是被邀请要说明为什么现在必须改革教会。 必须是现在,我们不能缓慢地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加尔文就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来阐述他的论文。 但是我们要记住,加尔文他的对象并不是神学家。 当然我去年说到史普罗说每一个人某方面都是一个神学家。 然后每个人对神基本上或多或少有点认识。 但是我要讲的是,加尔文这时候他并不是写给非常有学术性的神学家,或是自认为是神学家的人。 因为大多数的信徒,他们并不是很有学术性,还是自己觉得是神学家的人。 但是加尔文是想激发这些人来思想。 所以在这个论文的开头,加尔文也说,我是针对一些温和派适中的人而写的。 所以我不知道加尔文他是不是以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来说明,因为在当时的会议并没有很多温和派或是适中的人。 因为大多数在会议当中的人,他们已经有了定义,有了主义。 可能我们不是非常明白两极分化的社会是怎么运作。 我们只有懂你是左派右派,你支持同性婚姻,我不支持同性婚姻等等。 但是在16世纪,德国那个地方是非常有两极分化的现象。 所以一方面有这个天主教徒,另外一方面有这个路德宗,所以他们都非常坚持己见。 所以当时并没有任何很大的运动来改变他们各自的立场。 所以加尔文可能是想表达一种通勤达理的心意,或是针对任何可能认真思考教会问题的人。 所以加尔文他试图为教会中最明显的问题呈现一个非常合理的辩护。 所以有时候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太过的批判性。 你只需要在显而易见的事上保持理性和合理。 所以加尔文会提到一般人会注意的事情。 所以我这时候要特别讲一样事情。 我真的很欣赏加尔文,他是一个这么有深奥思想还有神学培训的一个神学家,但是他却能够将仔细深思熟虑的观点传达给一般的人平信徒。 所以他的思想不是停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只喜欢深奥的教义概念,或者与知识分子辩论的那种满足感。 但是他能够掌握问题的重点,并加他们实际的和必要的传达给一般普通的人。 但是今天在许多追求改革宗教导的人,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很少。 这也是为什么起码在地球的这一端,改革宗教会并没有很活泼地成长。 所以大多数我看到的改革宗教徒,他们只有坚持对改革教义那种崇高的看法,但他们无法与普通人沟通,也无法说服温和派适中者来引导他们去思考。 然后在今天的教会当中,许多改革宗信仰仅仅仅等同于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或是一些部分性的改革神学。 但是从加尔文的论文,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图景。 所以我认为加尔文采用了一个非常刻意还有有趣的策略,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探讨并应用在我们时代的。 所以加尔文把他的论文组织成三个大段落。 所以他的论文有三个大段落。 第一个大段落,他提到教会中的弊端就是哪里出错了。 然后第二大段,他详述了改革家针对这些弊端所采取的各个补救措施。 他也带出什么东西改变了。 所以第三个大段,他说明了为什么改革不能再拖延,必须立即改正。 所以他是先探讨那个弊端,然后补救措施,还有改变的必要性。 所以他要求即刻修改。 所以在这样一个系列,我们是要跟着加尔文的思绪。 那如果有这个必要性来改革,他也提到我们需要改革什么。 我们需要做什么?在当时的教会,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在现在的教会,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然后另外他也提到如何地做。 所以要做什么,怎么去做。 但是很有意思的,他的论文45%的部分是提到如何去做。 所以通常我们会以为他会把重点放在要做什么,但是他却关注要如何去做。 这个就显示他是很实际的。 因为很多人就卡在如何做这方面。 所以有些人他们不愿意改变,是因为他们卡在怎么办,如何去做。 所以有些人说,我大概被说服了,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进行,所以我就放弃了。 所以今天有些信徒可能会说,我多多少少被这个改革信仰说服了。 但是我一来都是跟随阿弥连主义的,我的教会,我的基督徒朋友也都是阿弥连信徒,我现在不知道要怎样活在他们当中。 我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在福音派的群体来服侍。 我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应付我现在灵恩派教会的一些做法。 所以他们就卡在那个如何进行。 所以当加尔文把重点放在如何做时,我想必他是认识他所活在的时代,也清楚他是像怎样一个群体的人说话。 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有我们的如何法。 我们跟加尔文的时代不一样。 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如何跟当时改革时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复杂程度。 但是同样的圣灵会引导我们。 但是同样的圣灵会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会思想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如何地做。 然后在加尔文的三个大段当中,他谈到需要做的四个主题。 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如果你是加尔文,你要写这个论文,你会专注在哪四个主题呢? 你会针对哪四个主题? 所以你认为在改革教会方面,哪四方面是最重要的? 所以对加尔文来说,第一,他先提到的是敬拜。 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在我们今时的时代,这个敬拜并不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课题。 每一个信徒都敬拜神,但每一个信徒对敬拜的定义又不同。 Kelvin insisted that worship must be regulated by the word of God alone. 但是加尔文坚持认为,敬拜必须单单以上帝的话语来做规范。 然后加尔文也深信,人所发明的那些未经过神话语认可的新的敬拜方式,是严重的冒犯了神。 但是我看到现代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是以这样的形态来敬拜神。 他们的敬拜是完全没有强调神的话语的敬拜。 但是我们稍后再会分享。 然后第二个主题就是救恩或是得救。 因为这个救恩和称义是改革家和罗马天主教最尖锐的争议。 所以其中他们有无修止的争议,就是说到,人究竟是因性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 所以加尔文的观点是,当我们讲到救恩得救的时候,一定会要谈到称义。 第三个课题。 圣礼。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惊讶。 所以我们要思想,对教会很重要的圣礼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们是怎样被施行的。 但是加尔文感叹,早期教会在圣礼的教义和实践方面所普遍实行的这个简约作风已经遗失了。 所以他认为,人们都用浮夸的仪式来娱乐自己,而对圣礼的重要意义和真理却只字不提。 然后加尔文坚持认为,除了偶像崇拜之外,受到上帝最严厉谴责的,就是错误地认为对上帝的敬拜是在于外在形式的敬拜。 我们多几个星期,我们会谈到这个课题。 然后最后他讲到教会的智力。 加尔文深信教会是过分地以人的传统在运行。 其实我们应该是被神跟祂的话治理。 但是教会的治理不应该是靠人的聪明所发明的那些方法。 所以下面四个星期我们会谈到这四个课题,然后我们会总结,然后我们才会思想在今日的教会要怎样归正改革。 当你思想这四个主题的时候,你会想到底什么东西被遗漏了。 如果你经历了去年的改革中培训,你会想到底什么东西被漏掉了呢? 有些人会说,为什么圣经的权威没有包括在其中。 其实在中间,圣经的权威也会被提到。 但是加尔文将这四个主题称为教会的灵魂和身体。 所以我们讲到教会的灵魂,那是什么呢? 加尔文说,这个灵魂是叫你活着的。 那一个活着的身体跟一具尸体它们的分别在哪里? 那个分别就在于那个灵魂。 当灵魂离开身体,那个身体就变成一具尸体。 所以灵魂就是赋予生命的元素。 所以那个就是灵魂。 所以赋予教会生命力的就是敬拜还有救恩。 这个就是教会的灵魂。 另外就是教会的身体,然后身体就是灵魂做工的那个器皿。 然后,教会的身体就是圣灵还有教会的智力。 可能大家比较对后面两个有惊喜。 因为现今在教会的讲台,我们很少提到圣理还有教会的智力。 但是教会的运作很多时候都包括了这个圣理还有智力。 但是我们在这个系列下面我们会多分享。 所以当我们思想当时还有现在我们改革教会的必要性的时候,这是我们会探讨的几方面。 所以下一堂课我们会分享就是佳尔文所先提到的就是归正教会敬拜的必要性。 然后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神我们感谢祢,不但给了我们祢的话语。 祢在教会历史当中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改革家,他们有了很重要的作品来祝福后来的世代。 所以当我们学习这些改革家所留下给我们的这些著作,我们很感恩。 很多时候我们太过沉迷于当下。 有时候我们也有盲点,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 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施工的成功。 所以我们就安逸起来,自满起来。 但是从这个改革中运动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 求神你借着这个改革中培训做福星的工作。 让我们在学习这个改革中信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个人的兴趣,也可以得着新的亮光。 求神让我们不要看不起那些软弱的教会,但是懂得怎么样建造他们。 我们把下面小组的时间交托在神里手中。 求神给我们一个有果子的时间。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